詞・編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編曲 編曲 李宗盛 好 謝謝楊所長 我想這個很多人可能都還不習慣這個肥皂香 沒有肥皂的肥皂香 這真的是肥皂香演講 那這種模式可能對我們台南的鄉親應該也是很新鮮 因為我們去年在台灣 這個在台北 台中 高雄都有超過做Mix Taiwan這種模式 Mix Taiwan基本上我們就是希望能夠透過跨界的力量 能夠改變台灣產業的DNA 所以今天也非常高興有機會能夠來到台南 我們的綠能的重盛 那副所長還有我們台南市 張副市長還有這個尚偉 林總經理 還有我們這個光雨的這個林協理 還有我們綠點能創 我們陳創辦人 還有好幾個 王建民 還有我們文會長 還有我們這個 綠能科技 還有我們在座所有台南 相信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 都有直播喔 大家注意一下 可能照到你的時候不要摳鼻子 那很高興今天能夠跟大家來這個分享一下怎麼樣許個看得見未來這個綠能科技產業 那當然我談這個題目是有點把整個經濟部的政策把它匯總起來來做一個報告喔 先不是這個下一頁 等一下 好 我想先在講之前先播一段影片 我們直接用播 等一下喔 好 這個RE100呢 基本上是一個全球的一個氣候組織 它跟所謂的碳CDP喔 碳揭露計畫 它共同合作的一個 企業間的一個組織喔 那加入的儲勢必須要 百分之百 要使用這種再生能源 那我們把這個聲音可以再放大一點 叫做RE100 The RE100 initiative is a growing group of major influential compan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ho are setting targets to go 100% renewable energy in their electricity procurement it's growing rapidly there's currently 80 companies that are part of the initiative across a whole range of sectors IKEA, Google, Apple, General Motors, Tata Motors We joined the RE100 initiative in order to focus on on getting to 100% renewable energy in our company We did a deal with text-to-run fund 基本上再生能源的範圍包含風力 這個水力還有我們這個光電這些 地熱這些 我們能夠提供電力給整個 IT 資料 正如我們說的 71%的全能量 使用在生能源 IKEA已經到71% 使用在生能源 2020年我們會在100% IKEA 2020 要是100% 你看這個風電很壯觀喔 以後我們上圍人員 風場的人 看起來是這樣 這個太陽光電 它除了太陽光電電廠本身 看起來很壯觀 大家可以想像我們現在 老舊的屋頂 如果將來都有太陽能 實際上整個世隆 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 也就是做得正確的事 它會影響到更好的空氣質 這全是要令世界更長 讓我們和我們的孩子們 在未來的情況下 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所以大家可以思考看 可能大家會覺得 再生能源 貴三不三 希望我們要做這個 其實這些R100 它基本上推動 它希望透過一個全球性的力量 它希望全球的大企業一起來 共同承諾 100% 使用再生能源 那因為透過他們的努力 各位可以看到 綠能會慢慢達到一個經濟規模 本來貴三不三 將來它的成本 它事實上就可以變成 affordable 就可以變成我們大概 會不會使用 那在這個情況下 綠能發展越好 那事實上整個環境也會有更大的改善 那台灣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坦白講今天台灣不管核能火力 還是這個煤炭或者天然氣 怎麼樣配比 基本上綠能是一條一定要走的路 為什麼呢 一方面這是一個國際趨勢 另外一方面台灣是一個出口導向的經濟 大家可以去看看 全球幾百大企業 如果都commit 100%使用綠色能源 它同時也會要求供應鏈廠商 你也要使用 台灣這個很多出口的產業 事實上在這裡面是沒有辦法去避免 所以我們將來 不管是傳統能源怎樣配比 在台灣 綠色能源都是一定要一條不得不走的一個道路 好 所以像這個目前大概有很多這個 R100大概已經有很多的承諾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照著它的這個整個時間走 從2004年 IKEA Google還有BMW 還有英國電信等等這些公司 基本上都做出一個承諾 它除了自己承諾以外 它其實也會要求它整個供應鏈的承諾 所以它不僅是對整個地球負責 它整個供應鏈將來它的成員 事實上也都要做這樣的事情 那Google在台灣 事實上也很希望能夠就地使用台灣的綠色能源 那當然如果沒有辦法使用 它可能就會去買其他的綠能品證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在台灣有更多的綠能 事實上將來一方面我們很多的外銷企業 必須要做的承諾要達到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資來到台灣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綠能或者整個全世界經濟 在未來其實是由三大驅動力在驅動整個行錯全局 那當然數位經濟大家很熟悉 那現在循環經濟跟體驗經濟 事實上在整個循環經濟裡面 綠能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項 那我們其實台灣未來面臨整個人口結構 包括生活型態改變 吸引國家等等一些成長 那在這三大驅動元素之下 這個循環經濟事實上是台灣比較 不是那麼熟悉比較陌生的 所以透過一個綠能科技還有循環經濟 那我們將來能夠把台灣的產業未來的願景可以勾勒更好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不是只談綠能經濟 其實像比如說 將來或許會有朋友問說我們將來 比如說在我們太陽光電這樣一個產業 這個20年後電廠如果這個退役之後 它的整個太陽能電板可能就會造成環境的問題 事實上我們已經有很多公司在準備了 比如說我們今天在做光雨 它是做這個生產過程的這個太陽能 這個晶圓生產過程的廢沙漿的一個回收再處理 那其實這個台灣的這個循環經濟產業 其實尤其在失業廢棄物的回收再利用這部分 在國際上也是非常有名 那這個部分其實國內的產業慢慢 這個都能夠把它做一個很好的處理 那接下來我們談談我們台灣整個綠能科技產業創新推動方案 因為我們現在在這個政府有一個綠能辦公室 我們基本上把一個所謂的綠能推動產業發展 跟科技創新三塊的一個結合 在綠能推動我們一方面推動這個太陽光電風力發電 還有智慧的節能還有儲能系統 那同時我們也希望利用推動綠能 能夠把我們的產業把它發展起來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也希望透過科技創新 能夠把整個這個包含人才 包含技術力量做一個很好的結合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說如果透過這個三個 三個這個圓圈的結合 我們就可以用綠能當作一個人員轉型驅動經濟發展的一個新引擎 而且可以做一個創新的推動 那所以我們目前在這個綠能計畫裡面很多的重要計畫 比如說太陽光電 我們最近推的太陽光電兩年推動計畫 還有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推動計畫 都有相關的目標 比如我們到2025年我們希望要設置20GW 那也帶動可以帶動將近1.2兆的投資 那這個今年2月行政院也核定了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推動方案 那這個部分也希望能夠達到三幾個屋頂的台灣人 這其實是可以改變台灣的這個都市這個屋頂風貌一個非常重要的計畫 那當然這個媒體各方面有很多的意見 可是我們去思考如果沒有一個更創新的計畫 事實上我們很多的這個都市的景觀 它其實沒有辦法得到有效的改善 那風電我們目前在做的是四年的推動計畫 那所以我們今天在座的上委 我們也很恭喜他也拿到的這個一個許可 那我們大概2025年希望能夠到4.2GW 那這個部分如果能夠達到這樣的目的 在全世界應該是在前應該是屈指可數的 那但是為了要做離岸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碼頭施工團隊還有蘇沛電網 這個其實是台灣過去比較陌生的領域 這些能力要把它建立起來 然後當然這相關的漁業協商也要去進行去做 那還有智慧電網這個部分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智慧電網能夠做得很好 其實很多節電虛量的控制 其實都可以讓它更深邏化 讓民眾從日常生活就這個來做進行來接能 所以在我們智慧電網 我們這個低壓的AMI 還有高壓的AMI還有前站的釋放產業等等 這也是未來推動重點 那當然沙倫智慧綠能科技城 這個是我們跟我們台南鄉親最有關的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科學城 能夠連結產學研的創新聚落 把它變成國家一個研發跟示範一個重要一個據點 那比如說我們現在方案推動的實際到106年裡太陽光電已經有到1.4GW的 那而且也開始在完成這樣的一個綠能屋頂全民推動方案 風力發電目前大概已經有692個MW 包含陸域包含離岸 那智慧電表在高壓比較快 因為高壓用戶基本上它比較有誘因 那低壓事實上比較需要政策的推動 所以在這裡面這個我們目前大概高壓是一定2.3萬G 但是低壓我們鎖定在低壓這部分要加強用政策力量來加強推動 所以這些相關的時間點比如說在太陽光電 這個我們到2025年要達到20個GW 那目前來看推動還蠻順利的 所以為了要加速我們今年推動的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方案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剛才特別提到的 如果我們有這個方案推動的很好 可以讓我們的目標可以提前5年在109年達成 那也可以改變我們都會去這個屋頂這個波波爛爛的一些風貌 可以加速來改善 那我們其實在國內一方面我們是太陽能科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生產 所以在應用上面我們絕對不能落後 因為我們有時候要把我們產品賣到國際上 結果我們台灣自己不用或者我們用的不夠好 其實我們也很難把我們產品銷售出去 那這是一個例子比如說我們高雄市運的主餐館 這是全球第一座達到1MW的一個太陽能的發電的運動場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形象 我們希望將來很多的太陽電廠或者是說很多太陽能設施 它在這個設計施工技術上面都能夠有國際級的水準 那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了 不是我們在所謂的綠能其實不是只有這個所謂的這個有錢人投資下去就可以做了 綠能事實上它也可以創造出很多創業的新機會 那其實很多人在講未來的工作是什麼 其實很多新產業創造新工作是我們現在在座沒辦法想像的 那比如說我們在座有一個案例 今天綠點能創我們陳創辦很漂亮的年輕小女生 那它在做什麼這個是一個所謂的綠能的一個群木的一個平台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我們比如說有一些孤兒院有一些慈善機構 它比較貧窮 那我們可以透過一個群眾木製的計畫 大家去捐款 以前可能大家可能要去捐款 可能這個有時候捐錢也不曉得那個錢怎麼運用 但是我們如果把它捐到做太陽能 那我們這個透過一個群木計畫 那我們就協助這個育幼院把這個太陽能把它建起來 那20年是不是持續會有發電的費用 那它就是這個會回饋到這個慈善機構 所以這樣一個project它其實就是變成一個很好的一個社會企業 很好的一個創業的idea 其實規模不用大 那愛心這個你也不必說一次要投資很多 每個人的小捐款它就可以做成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誰能夠提供屋頂 他能夠自己出資自己收益 自己發電 這樣一個循環 事實上可以讓台灣不僅在這個大企業 或者有資金的人出得起的人 他來參與的人 事實上我們可以創造出很多的這種所謂的這種創新創業的一個機會 那風力發電基本上目前台灣當然離岸是比較多 因為離岸到目前大概有684MW 那風力發電這個 這個離岸的部分 最主要因為環評最近陸陸續續才通過 所以環評大概今年開始會陸陸續續上來 所以我們大概到2025年是希望 陸域能夠到1.2GW 離岸能夠到3GW 那如果到這個境界 當然離岸現在全世界最大應該是英國 那我想如果這樣一個基礎如果能夠建立很好 那台灣海峽是一個很好的風場 因為這個很多國家都說台灣事實上 本身剛好這個我們有中央山脈這個高山 那這個剛好跟大陸 其實剛好 這個剛好 騙在中那個台灣海峽 這個風場為什麼特別好 這就像伯努力效應 這個風進入到一個狹窄的通道 那個風速會加速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很好的一個風場 所以如果能夠 這個在離岸能夠做出很好的示範效果 事實上對台灣的能源的未來發展 是取之不盡用之不解 那 所以目前離岸風電它其實很多的技術 其實跟海事工程有關係 比如說它這個整個這個離岸的風列基礎 它事實上就跟一個專有的平台是跟非常的類似 所以這個我們叫做離岸風電 我們有很多技術必須要國際上一起來協助 所以我們除了國內中鋼組成一個Win Team 那因為中鋼為什麼要出來 因為將來很多的風力發電它鋼結構要非常的強 所以這個中鋼聯合27家成立一個Win Team 那台船這海事工程這個Marine Team 那當然國際的這個風電的系統廠 還有這個開發商還有基礎設施的建置 那當然除了這個核心以外 其實這個財務的這個 這個其實最 在這個一個大的案子裡面 其實財務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這一張比較沒有秀出來 事實上就是說包含國際的包含國內的金融機構 都要要預示 都進入到這樣一個融資平台 那來最近連帶 但是我們希望透過這麼一個大的一個計畫 其實很重要的核心就是說 要把國內的這個自主的能力把它建立起來 所以我們大概經濟部在相關局處的配合之下 相關的這些設備還有這個相關的廠商 我們也都在做技術移轉 我們希望逐步拉高自主的這個自主的比例 那甚至將來風電 它因為它是一個長期維護 需要長期維護 事實上光維護它就需要很大的這個能量 還有很多的技術在裡面 那我們這些如果都能練功好 而且將來變成一個非常好的一個model 那如果其他國家將來要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甚至可以整體來輸出 因為以台灣海峽還有台灣的這種颱風的一個情況 如果這個離岸風電這個風機在台灣海峽能夠生存得下來 我相信到任何國家其實問題都不太大 那這個自衛電表我可以看到高壓用戶是目前是比較多 那低壓它需要更大的誘因 因為高壓通常就是工廠在用 工廠它這個電費很貴 跟它的生產成本很有關係 所以它需要當然高壓另外一個就是台電可能有時候會針對高壓 用戶做一些用電的管理 那所以高壓用戶是比較快的 那低壓就比較沒有這個誘因 但是低壓事實上如果能夠把它建立得起來 那可以做 將來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情 將來我們手機APP直接可以看家裡的用電 甚至直接控制 所以它可以創造出很多智慧家庭的應用出來 那甚至讓這個我們的綠能生活覺得更有趣 而且能夠實現更多的一些相關的應用 所以當然這個關鍵就是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低壓的智慧電表 而且智慧電表 低壓智慧電表如果起來 將來可以想像 大家如果將來未來每一家庭其實都是電動車 或是十幾年之後可能都是電動車 電動車晚上這個離風的時候除電 你如果白天不開 事實上你那個電動車也本身也可以當做一個發電 尖峰時間也可以出去也可以賣電 所以將來可能有一些家庭如果剛好白天這個休假 不做事這個沒有出去做事 搞不好還可以做這樣的用途 所以在一個智慧電網的環境下很多新的模式 事實上都變得很可行 那當然我提到 我們因為我代表中小企業 所以我們提到這個我今天提到案例 大部分以中小企業為主 那等一下大的Case上尾 那個光羽他們可以來分享 那綠能除了本身是對環境友善以外 它其實也是可以做很多好事 就是我們的綠蘭能源 它其實是做這種節電小丸子 LED燈泡這些 它也是我們全台第一家通過認證的B型企業 B型企業這就是所謂的Benefit Corporation 在全世界的罪名就是有一家叫Toms的鞋子的公司 你如果買一家鞋子 他就送一雙鞋給這個非洲這些貧困地區的小孩子 因為貧困地區小孩沒有鞋穿 那這個就變成就是你不是只有對你公司的利潤有幫助 你邊做生意還是可以邊做好事 那這種認證在國際上叫做B Corp的認證 所以當然我們台南很多鄉親 其實很多製造業朋友 我們都做國際供應鏈 其實將來也許也會被要求做這樣的認證 那這樣的認證基本上就是說 他這個透過一個節能的一個技術能夠推廣 還有能夠對能源友善 那更重要他不是只有這個技術 他能夠在他營收能夠提拨一定的比例 能夠成立一個能源貧窮公益的計畫 去弱勢家庭去探訪主動幫他裝這些東西 能夠幫他節省能源減少電源開支 所以這個綠能不僅對自己有好處 對環境有好處 對我們未來也有很大的好處 所以這個我們基本上綠能推動 這國家的 這個是一個目前國家非常重要 它其實是解決我們台灣人員問題 非常重要的一個處方 那它同時也是產業發展非常重要的 一個未來的方向 而且它可以帶動我們的科技創新 所以我們希望綠能的發展在台南 是我們變成我們台灣非常重要的基地 希望各界的人才都能跨界一起來協助 讓我們的綠能科技在台灣生根 變成世界上這個數一數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產業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